这个就是戴河 你们快点啊 来 你快点 格杀无论 怎么样 罗小爹 还不错吧 我这个玉蓉术啊 超级厉害的 别说 那个只在书家灵堂 见过你一面的山西地方官 就算是宫里的 太监宫女儿也认不出来你 这话不讲 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大呀 记忆就是灰得比我多呀 不对 我现在是你爷爷呀 乖孙子 摸摸头 走开 一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嘴上没长毛的通子鸡 你这样怎么当我爷爷 啊 给你一粒变身丸 保你在十二时辰之内 改变生意 不过我这个变身丸很贵的 一粒丸 差不多得要一两银子 什么 不是 一两银子 你还当我是不值柴米油盐的笨皇帝啊 不是你你你你告诉我 他他用了什么材料 一两银子 值吗 龙小弟变聪明了 都骗不了你了啊 老大 你以后要想当这个仙商啊 难喽 真是个小气的皇帝 不过比起以前 大手大脚的样子 我更喜欢你现在这样 真的 真的 舒服吧 舒服啊 没想到啊 舒万欣这丫头 还挺有能耐 进宫才两个月 摇身仪变成了丽皮娘娘 你这个小蹄子 怎么 我 烟禅了 我有什么可烟禅的 咱们老爷不就是太原府的皇帝 咱们府里吃穿用度 可不比那皇宫力差 你这小嘴巴巴的 还挺会说嘛 我告诉你 舒婉信 人家肯定把这笔账 算在老爷我的头上了 他肯定 会让这个钦差 在不断地找老爷我的麻烦 那可怎么办呀 要不咱们还像以前一样 给这个钦差大人送点礼 他能口风 还不是时候 我正在找人探查这个龙三的底细 他刚一来太原 我就上赶地给他送礼 那就会更该引起他的猜疑了 咱们还是尽管齐变吧 还是老爷想得周到 来 下人一个 道人 谁呀 就老爷庄园那边出事了 出门不出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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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庄园里的仓库全都打开 让我们大家瞧一瞧 对不对 对 对 让我们进去 打开 让我们进去 这场 给我们敲打 炒啊 再接着炒啊 这宅子 是我求贵的私产 你们想进去 凭什么呀 都是一群刁民 你不敢给我们看 那就是心虚 让我们瞧瞧 怎么着 哪里这么几个家伙 想反呢 我告诉你们 根据大清的律例 死闯民宅 就是强盗 我可以把你们一个一个 全都给宰了 知道吗 乡亲们 反正我们 都快要饿死了 乔棍 你有种 就把我们这些宰民 全都杀了吧 杀了吧 杀什么 你干什么 杀什么 你干什么 别走 别走 放点后退 后退 后退 住手 菜是没有 你又带人来了 你们想造反吗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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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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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鞋 都吵什么 起床鞋 闪开 闪开 姐夫 姐夫 您可算来了 不能相信他吗 我儿子说的话 都不能信 对 眼镜没事 记住了啊 我记住了 记住了 他来了 看他有什么要说的 看他怎么说 他带来这么多人了 看他怎么说 看他有什么解释 各位父老乡亲 这么晚了 大家来到丘府门外 所为何事啊 刘德昭 你把朝廷拨下来的大批 赈灾粮 赈灾银子 通通的 转移到了 你小舅子的庄园来了 却欺骗我们说 朝廷赈灾不力 你这个 欺君网上的骗子 对 对 骗子 骗子 吵什么 都吵什么 给我闭嘴 骗子 骗子 你这简直是在造谣 若是引起民变 你吃醉的体吗你 他说我们造谣 在你小舅子的庄园里 归满了粮食和银子 这些 全部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胡说八道 哪只狗也看见的 你亲眼看见的 他肯定不是 这位老者 难不成 你开了天眼了 你可以隔墙事物 又难不成 又在胡家门城 你这臂膀之上生了翅膀了 可以飞跃过这道院墙 到库中去查看 我跟你说 不要再造谣声势 否则奔赴 即可拿删 尤德赵 你少下过 就在一个时辰前 有两个蒙面大侠 带着我们两个年长的灾民 翻过院墙 去庄园里的仓库 看了看 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哪 快看 快看 乡亲们 你们看 真是大能力啊 这是我刚刚在庄园的仓库里 随手抓的粮食 对 我这里的大米 也是留那张小舅子的 庄园里找到的 你怎么解释 怎么说 怎么解释 乡亲们 我跟你们说 这两个蒙面之人 乃是江阳大盗 甚至是前兵的余孽 胡说 他们想利用这次旱灾 煽动灾民闹事造反 他们才不是江阳大盗 更不是什么 前兵余孽 他们是替天行道的大侠 大侠 大侠 大侠倒是你 军府大人刘德赵 你和你们那帮 狼狼围剑的官商们 才是真正的江阳大盗 你们虽然吃上朝廷的凤人 却上齐军 下齐民 你们比那些 潜明余孽 对大乡的江山 危害更大 对 对 对 我养你 对 解放 好 即使 他这院中的仓库之中 放着官银官粮 你怎么能说 就是朝廷调拨的震灾之粮呢 震灾 这个刘德赵 对啊 你们听着 我求贵就是这太原府 最大的粮商 我这仓库里有粮食 奇怪吗 那也是我花高价 从别的地方买来的 约你们何干 他还要花钱买来的 他说的是这样的 你说你这粮食 是从外地运来的 那我问你 你是从何处返来的 是 从湖北 湖北 你不开心 没说过 在我说的 你不准备 是 我说是 我们的 只有 你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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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你不过 你不过 我看 你不过 你不过 不妨打开凉裤让我们大伙看看 对啊 顺便把你们进货的账本都交出来 让我们一一核对 对 打开仓库 打开仓库 交出账本 交出账本 棍儿啊 此人身份可疑 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 是 打开仓库 看伙 抓开仓库 打开仓库 交出账本 他们要抓你 你放心吧 以我的功夫 他们根本来后不了我 武林高手就是任性啊 交出账本 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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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粮食 我们还在庄园的一处银库里 发现了几十项白花花的银子 大家看 看 刘大人 我看你 和你的小舅子如何解释 姐夫 这个事 怎么样 你说 看看 你们大家说完了吗 好 说得不错 确实是 这园中的残库 确实存放了部分的关银关粮 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管府的残库 年久失修 是漏风漏雨啊 故而 本府就借用了它 求府的残库 那就请 刘大人 开仓震灾 放银放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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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 乡亲们 让他放粮 放粮 乡亲们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 这些 放在里面的关银关粮 并不是朝廷下播的 震灾的银粮 这些乃是我太原府 一万助金的军粮军价 不是 这乡亲们 那军粮军饷 谁可煽动啊 刘德昭 你凭什么说 这些是军粮 啊 对啊 对啊 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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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刘德昭 乃是山西的巡抚 兼 兵不侍郎 这山西的军粮药 都有我来监管 这些银粮的性质 难道我还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休要再次胡闹 再要胡闹 那就是造反 造反 来人呐 在 将这几个带头闹狮子人 给我抓起来 是 这个就是带头 你快点啊 停 停什么 抓我们 救了 你走 你走 什么 抓我们 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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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抓我们 主子 主子 老大人 别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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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示范我们 你去干什么 主子 您不能冲动 刚才探战来报 刘德昭 调了一队地方兵 来保护他自从庄园 我怕他狗急跳墙 对主子您不利啊 乡亲们哪 乡亲们哪 听我说 啊 本父王 心疼你们大家伙啊 别听他胡说 我刘德昭 说句掏心掏肺的话呀 这院中 囤的都是军粮军饷啊 谁敢强杂 那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杀头之罪啊 方才逃走的那几个人 他们乃是 乾明的余孽 他们是想利用这次喊戴 想借此 让大家闹事 那是忤逆不当 那是要造反 本府 只追究这几个带头之人的罪 其余之人 如果在片刻之间离开此处 本官既往不咎 如果说还不离开的话 那本府就把他士同 千名于念 得杀 闽阀无论 你走吧走吧 少了еп理 紧锦 那对 你说是一个队 或许爱 贝他